大家好 我是新燕蔡依林 為什麼我今天來到老爸辦公室呢 其實他一直有很多很奇怪的癖好 有一個很很誇張的癖好就是他有很喜歡收集盒子的毛病 他收集了各式各樣的盒子 好幾年前到現在的通通都有 辦公室非常的小 我不知道他到底為什麼要放那麼多盒子 整個辦公室大概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在放他的空盒子 我們一起去看走吧 let's go 翔傑不要動 幹嘛 把你ban掉 你怎麼在投資東西啊幹嘛 你在投資什麼 花生啊 你現在要在開那什麼東西 不是啊收好這之前拍過啦 你又在買東西 沒有這之前拍過了 這個隔屆我的subblue的水中推進器 我們今天有一個主題 什麼主題 就是我們來看看你到底有多少盒子 我多少盒子沒有幾個很少 超級多我們來讓大家來看看你到底有多少 我該丟的都丟掉了但是沒有幾個 可是你的怪癖真的很多耶 你看像收集盒子就是個怪癖 而且你有好多好多的盒子都已經放好幾年了 可是我只有一個老婆耶 這不是重點嗎你是不是又搞錯重點 這邊是老爸的桌子 那就是那個18同仁他在這邊 18同仁 你要來算我有幾個盒子是不是 我們來算算看啊 我猜 我猜至少在這麼小的空間至少會有50個 應該不到50個 我猜至少50個 不可能 好我們來看看 就從這個桌面開始好了 這個桌面沒有盒子啊 放眼望去 第一個這裡就是有一個 好這個給你玩 嘴中推進器的盒子 sabru 第一個 那邊還有第二個 外國零食嘴子 外國零食嘴不算啊 那裡面是扮你女兒的玩具耶 你女兒的 那是空殼 好空殼算了算了算了 欸我最近在玩這MVZ你看 靈活吧 全然男生為什麼都喜歡玩遙控器 我們再來看看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 不知名的盒子 就不知名而且 絕對還沒開箱 對還沒開箱 對這有什麼 這個是硬碟 硬碟 就是NAS 所以太大一顆了吧 這個是第三個 然後這邊有個櫃子 往上 好啦我看一下 上面就有N個櫃子 N個盒子 我們今天用一個快速開箱的概念好了 好不好 什麼快速開箱的概念 不然我看 欸真的很多耶 那這些盒子到底 這些盒子到底要做什麼 欸真的蠻多的耶 欸欸好深喔 這個盒子我覺得設計得很好 蘋果的路由器喔 你看它這樣拉開 我當初覺得 我很喜歡這個設計 然後就有了 這樣那個 很棒吧 非常棒 這第幾個 留著這個到底要做什麼 第四個 第四個 這個是WD的雲端第五個 Sony的電池 我留在幹嘛 對啊你現在就知道你留那個幹嘛 第七個了 第七個了 啊那個VP83的盒子 麥克風 第八個 GoPro的電池第九個 RX100M5的盒子 第十個了喔 對 這樣看看真的有可能五十個耶 對你絕對百分之百會超過五十個 真的假的 這是Sony的1670 這一個是第十一個對不對 嗯 iPhone 8的盒子 A73 這個是Mivo直播機 欸這個也好用 13 我覺得大家現在看到這 大家可以知道我們家最愛買的人 到底是誰 欸這都是 他就是熔燈冠軍 不會有第二個選項 絕對不會有第二個選項 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Mivo的直播機 的電池 14 14 這那麼小不要算啊 要算啊 17 15 15才是16好不好 這個是A6500 17 是無線充電 18 你看這到底多少東西 啊裡面還有耶 還有這個G5 18 Apple TV 19 裡面沒了啦 還有啊 那邊明明就有一個盒子 白色的 那個是G5啊 對啊 芝菜是穩定器啊 對啊 所以那個不算喔 那什麼菜算多少了 19 19了喔 對 然後加這個啦 20 這個是黑豹的盒子啦 沒錯 20% 20個吧齁 我們這邊就算20個盒子了 20個啦 我們才開這裡一個櫃子 冰山的一角 辦公室還這麼大 它就已經20個盒子 它絕對超過50 有有超過50個嗎 對啊你這就算怪癖了吧 然後再來看這邊 海昌衛視的監視器 21 Mi ZZ 22 Mi ZZ 23 你看到現在有什麼話要講 23 我覺得有可能突破60個 哈哈 DJI的全能套出PRO的盒子 25 25 然後GAMI 再看算 算 26 這一定要算啦 我們現在是算盒子 又不是算它的功能 26嗎 對26 Canone的香便宜錶機 是不是很有用 大家都覺得我買得很好 27 然後 TASCOM的混音器 28 到底多少 然後這個是無線充電 29 29 IKEA的無線充電 29 羅德的麥克風 30 這個是MT1 MT1A 30 就我唱歌的那一個 這個是剛才麥克風的腳架 31 可以關起來 其實沒有很多耶 真的沒有很多 怎麼沒有很多 已經一堆了 欸你為什麼跳過下面邊就還有 下面沒有啦 絕對是還有 沒有了啦 有啦 沒有合股了 下面沒有 我看一下 真的沒有了啦 欸好吧 放你 真的沒有了啦 31 這邊 真的還蠻不錯的 對啊 等一下 等一下 31 這個是寶雅的麥克風 32囉 32 洋蔥工廠的滑軌 33 2TT的SSD 34 這個是Tero的盒子啦 我幹嘛留這個東西啊 35 我東西 我突然覺得有些人好像真的用不到 你真的用不到啊 你真的絕對不可能再拿出來用 你給他幫我清清 你現在差不多47了 沒有啦 30幾而已 37啦 37喔 這個是那個 那個穩定器 飛魚的穩定器 然後這個是時鐘 39 39的 這個是牆壁那個時鐘 對你看留那個幹嘛 這個時鐘好像留就沒什麼用啊 好啦 其實很多都真的可以要清一清 39 然後 欸你為什麼這樣假裝跳過來 這邊上面沒有了嗎 這邊沒有啦 沒有啦 是嗎 那個門 幫開我們看一下 沒有啦 這邊裡面的都沒有算了 沒有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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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39 然後最後 這個是 真的沒有 放了一碼 吳光燈40 40了 你看隨隨便便 就50了吧 Rodder的麥克風 41了 這是我們iPhone XS Max的盒子 這是你兒子上有一次抽獎抽到的 43 對我們到現在還沒開 Note 9 Rodder的麥克風 43了 無線的喔是很好用 老爸的思念QBIC 自家產品自家推薦 有空要來拿喔 這是水子的油下盒 可是我們中秋節不是過了嗎 現在業配是不是太晚 有一點 好啦 這是我在看包裝的時候 是放在上面 然後 Switch 五臉男唇籤筒 對 然後我們原本以為買到的是正版 就是盜版 所以就一直放在那邊 沒錯 原來 Movie Air的盒子在這裡 我都不知道要跑去哪 現在你知道啦 現在我知道 所以你該趁這個時間 好好整理一下 什麼要留什麼要留 Rodder麥克風的盒子 狼王桌喪行 刮鬼的盒子 對啊 很小欸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個杯 這是玩具 這是玩具 這是貓 這個我們沒有開箱過 沒有 下次可以拿給我開箱 好啦就這樣 影片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訂閱分享很短 如果你覺得我買的太少的話 趕快 其實我真的沒有買的太多 我真的覺得很多 你看你剛開那麼久 大概只有那個 桌上行的貓咪是 我買的 啊這我的辦公室啊 其他都是你的啊 這是我的 不然我們可以回家看 你都是你的啊 都是我的嗎 對啊 家裡還有嗎 家裡還有很多 應該都不是我的 我們搬家的時候 希望你可以好好用心地把它整理掉 我覺得這件盒子非常有紀念價值 每一個盒子就代表那個時光的背景 與意義 就好像你搬到一本很舊的書一樣 當你拿起那本書的時候 你就回問你學生的時候 這樣你懂我東西嗎 不懂我只懂 你整理這些盒子的時候 你就知道你花了多少錢 買了多少東西 好啦 今天主題你懂 我希望你好好努力賺錢 今天主題是什麼 今天主題就是 看看老爸到底有多愛買 我沒有很愛買 他的盒子屁 我只是盒子比較多啦 他是盒子屁 我沒有很愛買 真的 這就是 欸不過這些東西都是 這 拍影片這一年半左右 對啊很多欸 他這邊只是他真的冰箱 不是因為 你拍影片已經需要 你看這些東西我幾乎都有用到 什麼東西沒用到 什麼東西沒有用到 對 沒有瘦有用到 對啊你看 只是他的 他用的東西壽命都很短暫 我用的東西 你看這個Mavic Air的盒子 還新的跟什麼一樣 2 Pro就來了 還有Air喔 中間還有很多小入室的東西喔 好啦今天 今天就是這樣 我們搞不好要整理東西了 今天影片結束了對不對 等一下換我錄妳了啦 換我錄妳了 今天 今天影片已經結束了 相信大家已經見識到了 我爸是一個多愛買的人 我真的沒有誇張 我們家最愛買的就是他了 如果你覺得我說的是對 就在底下留言 記得要訂閱頻道 最終IG 粉絲團按讚喔 掰掰 再見 小呀 我正是